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去做一个中国经验的一个介绍 跟我同台出席的还有谁呢 还有Jeffrey Sachs 大家知道他现在的身份是联合国秘书长顾问 他是原来帮助苏东国家设计私有化改革方案的 经常来中国的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还有一位呢是斯蒂格里斯 斯蒂格里斯 也是经常来中国的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你们知道Saxs 这个被中国人非常推崇的 这个私有化的激进的这么一个学者 激进私有化的学者 他怎么谈中国经验 他从中国50年代的集体化谈起 你们知道斯蒂格里斯怎么谈中国经验 他从土改谈起 最后我们国内的主流的学者所讨论问题的领域 有相似性但起点却差异很大 我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现在在我的文章里也开始强调 我说什么叫科学理论 第一是在给定的条件下 沿着同一种基础路线 得出的结果 可被别人重复得出 那这是科学 那如果你所说的这个理论 没有同样的给定条件 不可被重复 那不是科学 在你们这儿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的人 哪一个理论 是有同样给定条件的理论 哪一个理论 是可以重复得出结果的理论 如果不可重复 或者说你可以重复 但得不出同样的结果 那这个理论是不可以被验证的 哪怕再美好 它也很难说是科学理论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更重要 任何逻辑解释 无论多么完美 无论如何可被模型验证 可被推导 可被验证 但如果这个理论逻辑 它的起点 不是和历史的经验过程的经验起点 吻合的 那这也不是科学 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个假设 然后根据这个假设的条件 我们来提出一个结构 一个逻辑结构 这个逻辑结构 只要真的构成了因果相关 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理论 而我们只要对这个逻辑 能够用数学方式推导 大家就会认为这是科学 但是假如你把这个逻辑 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逻辑 你拿到历史的经验过程中去 你去找它的起点在哪 它会不会在历史中找到一个和这个逻辑完全吻合的起点 找到了 它是科学 找不到 还值得我们怀疑 所以学问学问 得问 学了很好 但还得问 就得这样问 请问 这个理论 是可以在给定条件下 重复得出同样结果的理论吗 请问 这个理论逻辑 它的历史经验的起点在哪 两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好了 本讲 就是从1949年 这个历史经验起点讲起 从这儿 我们推导出一个 可以和历史经验过程高度吻合的 解释结构 它叫做构成逻辑解释力的结构 够不够科学性 要你们来判断 这是要把理论逻辑的起点和历史经验过程结合到一起的 所以尽管可能某种信息体系具有垄断性 但它却未必真的是科学的 未必是客观的 我在公元第1992年的文章就写了 任何国家 任何主义 任何制度 只要你进入工业化 都有一个不可预约的历史阶段 叫资本原始积累 至于是由国家来完成 还是由资本家来完成 那是派生的问题 中国它的工业化原始积累 是国家来完成的 不是资本家来完成的 因此国家就得承担资本家的职责 所以我们把那个阶段叫做什么呢 叫国家资本主义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在二战之后 因帝国主义地缘战略结构发生变化 而成为主权独立国家 但那只是名义上的 任何一个国家 想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邻 就得像你的宗主国那样进入工业化 否则你就挨打 中国又是一个被打了一百多年的国家 所以中国也要进入工业化 那要进入工业化 就得原始积累 原始积累可不管你叫什么主义 原始积累是什么 是从三农占有剩余 用于工业化的积累 我们说1940年建国之初 中国就遭遇到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为什么 是因为城市中的工业经济处于半瘫痪状态 金融经济 就国库黄金全部被带到了台湾 过去我们叫卷陶 今天大家用过中信词 中信的 因为咱们现在两岸讲合作 所以就说被带走了 带走了 那你拿什么发货币 难道开印钞机印纸就叫货币吗 当然不是 没有黄金作为储备 也没有商品生产 这时候发行的货币 与月俱贬 按月贬值 多少呢 按月贬百分之三十几 然后城市里大量的是失业 这时候我们说这场危机 是生生的砸在了城里 不可能软着陆打 因为为什么不能软着陆呢 因为这时候你是农民革命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啊 又叫Saver War 国内革命战争 独立战争 因此农民得到了解放 农民得解放的最重要标志 是历史上的耕者有其田 几千年农民的夙愿 耕者有其田 得到了全面贯彻 中国人以村为单位 平均分配土地 所以这时候想象三农转家危机 没条件 转家不了 有些时候就生生的砸在了城里 城里就得又清非反霸 三反五反等等 政治运动 社会运动 一个接一个 是因为城里人兑付不了失业 是因为城里通货膨胀 是因为经济在城里 当时非常之不景气 什么导致1949 1950年 这场经济严重危机局面 一跃而成高涨 两个因素 康宾宣承发生的那个时候 突然1950年6月20号 朝铁战争爆发 整个苏东 向中国大陆 特别是东北境内 大规模转移战争装备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FDI FORING DIRECT INVESTMENT FORING DIRECT INVESTMENT MEANS FDI 外商职业投资 外商职业投资的那个年代 因朝铁战争一打 突然打来了投资 这个投资什么 工业设备 整装的生产线 为了就近支援朝铁战争 甚至把德国的战争装备生产线 直接从德国拆过来往中国送 送过来装上 以就近生产坦克 大炮 飞机 汽车等等 这时候就意味着 大规模投资进来了 这不是典型的 叫做进口替代吗 大投资一进来 先要干嘛呢 青壮年去挖土坊 因为你得电地 你得修厂房 你得砌砖 挖马路 得挖排水沟 得修电线等等 反正总之 基本建设就上来了 这一来经济就高涨了 我们1952年以前的账没法算 我们是从1952年开始有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 是苏联派专家来帮我们算的账 我们大量的政府干部都是进城游击干 还不太会算 所以那个时候 52年以前的只能是推算 所以从52年开始 有苏联专家帮我们搞计委 搞计划委员会了 于是算了账了 所以我们说 刚才那个小伙子讲的很对 一个突然发生的朝鲜战争 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外资大规模进入 并且不讲代价不讲条件 没什么谈判 不是什么一对一的 我现在给你上一汽车场 你给我多少多少好处 没有 先接了再说 为什么打仗 所以这么一个突然的事变 导致了中国陡然进入工业化的高增长 经济危机发生了 它怎么缓解的 它不可能是神仙皇帝来帮你 一定是一个特殊的 这么一个事件 这个特殊事件就是传业战争 传业战争的客观作用是大规模投资 大规模投资是没有交易的 我们现在要想引进一个什么投资 你得交易半天 得谈很多条件 然后双方要mutual benefits 你才有可能形成 大家要互利 你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投资 而在战争条件下没有代价 没有谈判 直接进来 这样就使得中国突然就有了什么 至少生产大炮 生产坦克 生产汽车 甚至生产飞机的能力 因为是整装生产线进来的 好了 你没有技术工人怎么办 派 连厂长 工程师 技术员 乃至于熟练工人 派进来 然后手把手的hand on 教你怎么来做 我们可以看 当年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这件事情带来的一个制度改变 是什么 这时候带来一个重要的制度改变 是把新民主主义改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 但实质上 这个时候是我们承认了斯大林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早在1947到1949 这个年代 从七大以后 当时的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反复告诫党内高层 当然对一般干部不能这么动员 对高层讲得很清楚 不要现在就想搞社会主义 搞不得的 如果我们现在搞 我们只能搞民粹主义 只能搞农民式的社会主义 这都是毛泽东的亲口讲的话 社会主义还是在很远的将来 只有我们这个国家大工业全面实现了 那时候才能由共产党出面 跟民主党派的朋友们协商 然后跟全国人民来讨论 只有当大家都同意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 而在大工业没有实现的条件下 盲目的讲社会主义是有害的 因此1947到1949 中共中央当时给定的将来建国之后的发展战略 什么 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 当时党内就有老红军出身的领导干部 听过明白 问毛泽东 说你这新民主主义跟松春山的民主主义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的回答很干脆 说服他一起扛枪杆子的战友 很干脆 说他是国民党领导 我是共产党领导 就这么简单 然后说都要搞资本主义 所以在城里不许动私人工商业的财产 在农村土改可以 因为地主算封建阶级 但地主在镇上的作坊 哪怕是个染坊 粉坊 墨坊等等 只要是个作坊 甚至是个铁匠铺 都不许动 认为那叫做城镇资本主义的成分 所以这个国家在当时是刻意 在城市要乃至于城镇 都要保留资本主义成分 重点在于发展民族工商业 所以叫新民主义 一场朝鲜战争突然打了个重工业 这重工业谁干呢 私人资本干不了 另外斯大林模式的投入能给私人资本吗 没有 都只国家 国家对国家 这是战争投入 负债谁付呢 国家付 于是短短三年之间就给中国建立了 既有钢铁 又有重工 又有机械 又有设备 成型的产品也有 连飞机都有了 你们现在看上网查 在美国还有中国的轻型飞机的驾驶者协会 中国人在苏联撤资之后 留下的轻型飞机的生产能力 就是双座教练机 向美国出口了200多家 别以为那时候就完全没有外向型经济 完全没有工艺品出口 不对的 57年我们就能够生产民用飞机了 54年我们就能生产出垃圾了 那个其实当然也不难 因为生产线在你这 你只要有零配件 你就跟今天一样组装 所以我们才说 请大家注意 50年代 这次有这样的大起大落 你们看 这样的大起大落在于什么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你承接了苏联的投资 你建立了大工业 这时候 对不起 不论你坚信什么主义 也不论你 主观上想怎么着 客观上 大 重 军 化 这种 重工业结构 要求的叫做资本增密 技术增密 也就是说 你得不断往里边投资 得追加投资 后续投资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回去做一点测算 你们上网搜索搜索资料 看看 只要你是朝向重化结构的投资 其后续投资 年增加 不得少于40% 而越是设备上得快 越是现代化设备就越少用劳动 于是只要资本增密 技术增密 一定是排斥劳动的 而资本增密就意味着后续投资必须是保证供给的 这就往往带来一般发展中国家 在接受其前宗主国的投资的条件下 必须保持跟前宗主国之间的紧密战略关系 这叫好听的 客观的说 叫做必须保持服从关系 中性的说叫紧密型的战略关系 对不对 好了 你明天要想不听话 明天我说 我可不给你投了 你立刻颤颤悠悠 如果真下决心不投了 你就完了 更好一论 当这种经济模式 就是大的生产线 大工业经济模式进来的时候 他要求上层建筑随半发生变革 你没有工业部委 对不对 你懂工业吗 不懂 所以得按苏联模式 在中国建立八大工业部 然后管理经济的部门叫五大委 纪委 财委 建委 商委 农委 当然其他的另外再说了 就是总之经济方面 八大部五大委全都得上 谁来帮你上呢 苏联专家 短时间内就把中国的上层建筑 改造成了苏联模式 好了 上层建筑如此了 接着你们再看 军队呢 我造出了卡丘莎大炮 特务林坦克 加农炮体系等等的这些东西 你们谁会用 靠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游击干部 会吗 怎么集团军 怎么合成作战 飞机怎么前面炸 然后接着大炮怎么打 然后你坦克步兵怎么跟进 等等这些 你们曾经玩过吗 没有 那好了 学我的 于是说整个全军换装 全军换装不仅是苏职装备 而且是连衣服帽子 鞋子 腰带 全部是苏职 因此我们看那时候 你们看不到老片子了 士兵戴的那个帽子 牛逼帽 当然讲起来不是太好听 但是确实如此 对吧 于是乎军官怎么只会作战 不得被苏联军事学院好好培训一次吗 于是乎当时你们看50年代 所有的军队的领导人全部是苏式培训 军队的制度乃至于管理条例 从战略战役战术全部苏化 因此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苏化 上层建筑的政府部分苏式的 经济基础 大工业苏式的 因此这时候叫全面学习苏联 全盘苏化 麻烦发生于中国人 1949年的时候 跟苏联人签订了一个条约 这个条约前提是秘密谈判 1949年毛泽东秘密访问苏联 面见斯大林 带的是中共中央交给毛泽东的任务 什么 修改1945年 与前民国政府签订的城下之盟 我们认为那是不平等条约 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不平等条约 性质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要求修改 借着1949年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要求修改中苏之间的条约 条约要求修改的核心内容是 在中国的领土上不允许外国人 一兵一卒继续驻扎 这时候美国人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军队都撤出去了 剩下的谁呢 苏联 一谈谈崩了 斯大林很不客气的告诉毛泽东 你想拿回去 东北的旅渗口 大连特区 中昌铁路 这是我1945年苏军将士流血牺牲打回来的 选了我1905年日俄战争之耻 他说的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语言 1905年是帝俄时代 沙皇跟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 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冲突 当然那次沙皇打败了 日本人就此禁军满猛 构成了向中国大陆进攻的跳板等等 这些我们也按下不表 我们只是说这不是双方之间这种谈判 不是一般意义的所谓第三国际内部的兄弟党之间的谈判 而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国家之间的谈判 我们曾经是半臣民地国家 他曾经是宗主国 因此当你要要回权益的时候 你要让他撤兵 不许留在这一兵一卒的时候 那你要讲条件 这个细节我也不讲了 总之苏联解体之后 他当年的档案被解密了 我们拿回来一部分翻译出来了 大部分被放在看不着的地方了 解密的这一部分证明 当时这个谈判是非常不协调的 最后总算谈下了一个条件 就是远东地区无战事三年之后 向中国方面交回苏军驻兵的这些点 包括旅深火军港 那是苏军远东舰队唯一的不动港的出海口 好了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 1956年该交回了 1956年要交回 因交回而发生主权的矛盾 具体细节我们也不得讲了 总之是因此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1957年投资停止 第二股年计划投资 当你正在追求资本增益的时候 停了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在这种条件下会出现什么 会堕入发展陷阱 经济崩溃 然后被原宗主国构建的庞大上层建筑 无法支撑 然后就发生社会冲突 甚至人道主义灾难 你们在非洲 拉美等等 并非那些国家当时的政治领导人 领袖人物 他们不想维护国家主权 而如果你不以主权作为交易 你的经济发展 就 消失了 就上不去了 这时候国家财政 中国的政府财政 刚刚有点收入了 政府财政硬挺了两年 为什么60年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灾害 政治上的问题 社会上的问题 为什么 是因为对不起 你这时候下到底了 增长率是负27点几 为什么下到底了 是因为国家拿财政硬挺 就是苏联人不投了 你硬挺着替他投 也顶多维持两年 到60年三年连续赤字 已经高达财政总规模的27点几 不能维持了 掉下来 所以就有60年这场大的灾难 所以这场灾难叫什么呢 有人说是社会主义的 有人说是谁犯了左倾错误的等等 我说是因为你这个FDI没有了 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突然停了 而且从60年开始 五年之内还完 给你多少还多少 但是不是还钱 不是对冲 你给我 你给我如果是给我的是那个票票 上面印着列宁头还是印着什么的头 它不是那个票 人家说我给你的是实打实的装备 你还给我也得还给我实物 而那个年代已经建立了二战之后的 叫做金户汇体系 金户汇体系叫做换货贸易 双方不走货币 用货物你给我货我给你货 然后结算 那结算价格对我们严重不合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问我们要的是农产品 矿产品 要农矿产品 基本上是按照国际价格的 大约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吧 总之非常低的价格 这就意味着我们恐怕得用 人家给我们的装备价格的 大概double成倍的 它的装备价格的成倍的价格 去用农产品 用矿产品去还 比如像中国最高级的矿产品 污 污矿 污矿 污矿沙 要这个 比如中国的猪肉 鸡蛋 粮食 蔬菜等等 要这些 这样就导致从1960年开始 农产品 矿产品 主要用于换债 就有了中国连续三年的大饥荒 当然这只是原因的一部分 不能说全部原因 我们只是说把这第一次大规模引进 当然这个是战争带来的 造成了高增长 接着就是大幅度下降 然后导致的危机 60年爆发 这个时候爆发危机就有了我们把它叫做产业资本原始积累的高增长 高增长带来的危机和三次上山下乡 这时候就有条件向农村转嫁危机了 什么 1958年就已经开始了 上山下乡 最近纪念建国60年的时候 有一位老知青的名字被重新提起 有谁知道 秦燕子 他就是最早的知青 天津知青 下乡 我们在50年代搞工业化 就苏联投资形成我们的工业化高潮的时候 前进后后每年得几百万壮劳力进城 前进后后大概进去了2000多万青少年劳动力 当时叫做动员农村青少年劳动力 进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当这种工业建设模式突然停的时候 这人就得回去了 所以不仅他们回去 也城里青年 也下乡了 所以最早的第一代知青中 比较有名的叫秦燕子和侯俊 他们在1958年就开始下乡了 所以我们说1958年到1960年 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 全部动员回乡的城市青年和农村进城青年回去的 大约接近2000万 这样就极大的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 下轮您满高